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给自己 送给家人 还有你身边的他 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编手链 我们学习一个简单常用的节 双平节 这个节 我们在学习平节的时候提到过 它是平节的衍生节 双平节是一个古老通俗实用的节 双平节是以一线或以一物为轴 将另一线的两端绕轴穿梭而成 双平节因其美观小巧 结构简单 易学且富于变化 常常用来编织手链 项链 门帘 茶壶上的装饰提带 立体玩偶 或者编织动物图案 也常缠附于环形物体上 搭配其他饰品 下面 我们先学习编手链 准备好两根细绳 一根大约五十厘米 另一根大约两百厘米 具体长度和手腕的粗细 绳子的粗细有关 准备好珠针 剪刀 打火机 短绳作轴 长绳打结 长绳在短绳下横放好 左右两股绳对称 将左侧的绳骨压轴线达到右侧来 在左侧形成一个绳环 将右侧的绳骨压左侧绳骨 然后 绕到轴线后面 从左侧的绳环下穿出来 这时候我们应该发现 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半截 说紧 将右侧绳骨压轴线达到左侧来 在右侧形成一个绳环 将左侧绳骨压右侧绳骨 然后穿到轴线后面 从右侧的绳环下穿出来 绳紧 向上推 靠紧第一个结 这样第二个半截打好了 刚刚我们打的两个半截 刚好组成一个平截 实际上 编这个手链的过程中 每两个相邻的半截 都构成一个平截 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直打截到足够长度 注意 省股平整 打扰方向 不要错误 接下来接下来 編著編著 我們可能會弄不清楚接下來哪邊亞軸線呢 咱們觀察一下最後一個半截 用被壓的繩骨 亞軸線達到另一側 如果不按這樣的規律 而改為固定用一側繩骨 就這麼簡單 有壓軸線 那麼編織出的圖案 形狀就會發生變化 不再是平整的 而是螺旋旋轉的 有點像DNA的結構 我們也可以在編織手鏈的過程中 前後三分之一用雙平結 中間部分用這種編法 使手鏈更賦予變化 最後剪掉與尾 用打火機 烤一下 壓平 為了美觀 盡可能不外露 不要沾在中間做軸的繩骨上 收尾的時候 我們可以還用雙平結 也可以用軸線的兩個繩骨編一個我們之前學過的鈕扣結 這樣 一個漂亮的手鏈就編好了 朋友們 在編織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顏色的細繩 也可以在編織的過程中 加一些漂亮的珠子或者其他的小事物 或者變換一下打擊的方法 我們編織的手鏈將更美觀 更富有個性 我們要慢慢看 我們要看 我們會投資 我們會不會投資 我們會不會而言 我們會不會